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问题 小陈比他整整小了十岁 同时又是你们的下属 当你在跟谷大峰谈生意 在外面冰狂满拓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司机 他经常只能坐在车里面 等你们忙完之后才能出去 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他身上背负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我知道他哭泣 那你要就此放弃吗 如果他真的没有来 那也说明他不喜欢我 那你这样吧 那你在这对着镜头 跟你小陈说两句话 小陈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会相信你 我们俩认识两年了 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你今天没有来 我的心真的很痛 我会收起我的眼泪 做一个坚强的女人 我希望你能看到设施品 无论你走到哪里 希望你也会想起我 我的心里边有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此时此刻 在生意和小陈 非要做出选择 也实际情况就是 如果你接受了小陈 你势必要跟古大峰之间 有所隔阂 也许你的生意会受到 极大的影响 你是否还愿意 执着地选择小陈 上去 上去 在等他说吗 小陈 如果你愿意回来 我愿意 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 都放下来 我不会跟古大峰再合作 我只会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对我曾经帮助过 我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希望你回来跟我一起 来 古大峰又上来了 来你听下 他刚才说的这番话 你想说什么 请长 其实我的话 其实跟你一样 都是发迹类型的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没来 但我还是站在这里 这样啊 古大峰 你也照顾了他四五年之久 也执着地表达了四五年之久 虽然他并没有接受 对吧 但是作为男人 公平竞争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背后 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方式 去排挤他 恰恰使得你的 对他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 逐渐地降低 到这个时候 你真的应该体现出 一个男人的胸怀 就是向小陈道歉 你说呢 我这样想啊 其实这十万块钱 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我感觉 如果他不接我这十万块 我的决定也会改变 既然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 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 他不管来不来 我相信他都没有拿 拿你的十万块钱 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拿了 他有没有接受 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凭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对啊 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 你可以等着雨万婷 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想知道 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你的身份 我希望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说 那你这样吧 你这样来 你站着 把第二次现场打开 我开玩笑 又开玩笑 我们就会看得到你了